Cowboy 問問 唐牛1150米蘭閘 是否最好 今早上升了很多 要買 今早已經買了 現在升了兩成一 不過說真的 這隻股票的成交很疏落 所以你說今天升了兩成一 成交只有七十多萬錢 不是很多 如果大家有看通告就知道 看到有個新的主席進場 你說買不買的 你看圖其實最近是有少許春光鴨 你看到昨天升了上去 所以 我經常都說了 我不會禁止不讓大家去買股票 即是甚麼股票都可以買 最重要是你自己有個策略 你說現在入場 升了兩成幾 首先你先注碼控制風險 你不要買那麼多 第二件事 你自己要懂得自舍 你不要說 三號四買了 我博上五號 然後下個星期問我 現在剩下兩豪就怎麼辦 你不要問這些 你要自己設定紫洩位 還有這些爆星股或異動股 設定紫洩是要自己設定的 我想你說 例如有些朋友 我是比較緊一點的 設定10%剩下落 你說有些鬆一點的 15% 20%都可以 那這個就自己去定奪了 就是你自己設定紫洩壁 中心治紫洩ล